香港名外属下第二间群育学校企园社 在2013年8月成功申办 17年9月1日正式在观塘彩兴路开展服务 为在学校、家庭、个人行为或情绪上 面临适应困难的女青少年 提供学习及住宿训练服务 住宿方面 名外洛因中心的入住年龄为12至18岁 就读中一至中五的学生都可以入住 学习方面 名外洛因学校会提供宿生中一至中六课程 另外提供短期适应课程 协助学生尽快投入原校生活 我们智力建构关外环境 令学生从爱中绝壮心灵 培养为人设想的空怀 家庭规划上共设202个宿位 在二时营运初期 我们暂设4个家庭 提供84个宿位 我们以学生为本 建立多元家庭模式 包括原家庭 半自治生活 及自治生活三个阶段 以及短期适应课程 按阶段分别设有二至六人睡房 配合学生不同阶段的训练需要 我们逆设两间亲子国 按需要安排女性家长留宿陪伴 及支援女童 为未能够回家度假 或住宿适应困难的学生 提供亲子共处的时光 中心亦设不同的服务主题和活动 好似表达艺术治疗 成长小组 不同的阴体艺活动 移工服务和节兴活动 为学生提供多元的体验 乐阴学校一共设有18个课室 现阶段暂时开9班 提供中一至中六课程 亦提供住宿生及短期适应课程 协助同学尽快投入原校生活 我们期望能够建立学生的自信 和自我价值 发展才能 鼓励学生有不同的尝试和体验 例如兴趣班 长期训练小组 以及考取校外证书等等 本校亦与台湾四所大学签订 台港学校合作协议书 令学生毕业后 有选择去台湾升学的机会 每班除了班主任之外 亦设有同行老师 学校亦有 乐阴之声学幸进步奖励计划 朝着每个月不同的主题 让学生自我修善 我们重视跨专业协作 教师和言语治疗师 会进行共同备课及协教 提升学与教效能 学校亦会透过 办学团体的社工督道 及教育心理学家 提升学校社工 和教师的专业能力 我们本着天主教教育的 五大核心价值 及香港名爱 以爱服务 替造希望的服务精神 智力服务我们的学生 我们深信 每位学生都是可数的 表演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